你给我站住 说你拿着什么东西啊 我拿 我拿来吧你 你是不是偷我东西了 没有 我没拿你东西啊 我没偷我东西 你把人都知道了 你们干什么呢 老高 你之前给我买的那个金手表不见了 八成呀 是你妈偷的 不是 儿子 我真的没拿呀 你奶奶生病住院了 我就是想回去看看他 妈 你这拿没拿 等一下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菲菲 东西找到了吗 没有啊 老高 他每次都大包小包的拿这么一堆东西 谁知道他多不偷啊 儿子 不是在说的那样的 哦 怎么不是了 老高 你肯定好好管管他呀 照他这个拿法呀 咱们家迟早被他拿走 哎呀 不至于啊 怎么不至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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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他这次回家 这车票要钱吧 给他孙子买完卷 还要钱吗 他还要给他妈买的营养品 更贵了 这都好几千搭进去了 我看他呀 就是不知道心疼你 我今天倒要看看 你到底拿了什么 儿子 你还不相信妈妈 我真没拿呀 我看他这个家呀 是真得活活了 儿子 儿子 妈 妈 妈 这有两块钱 你拿着吧 儿子 妈不要 妈知道你赚钱不容易 妈 你就拿着吧 你先去把奶奶的医药费先交了 顺便呢 再给她买点原案补 你这个死老太婆 给你你就拿着 真表皮 老公 你看他都这么大年纪了 要这些钱啊 有什么用 还是给我吧 这个不是给你的 这个才是给你的 谢谢 老公 这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字面眼 这白子黑字写得这么清楚 你看不懂吗 我说你滚了 百善秀文姓 孝敬父母大于天 这么简单的道理 你都不同 有何呢 妈 走 我陪你一起去照顾奶奶